新北市中和在昨天的周末发生公车追撞了休旅车的意外 那么当时休旅车在路口停等红绿灯 但没有想到公车从后方直接撞了上去 不只挡风玻璃全都被撞坏 坐在副驾驶座的邱太太因此还扭伤了脖子 事后追问着公车驾驶却说她是因为路况不熟 一时恍神才会闯火 休旅车在路口停等红绿灯 没想到后方一辆公车直接就撞了上来 突如其来的撞击不仅车子的后挡风玻璃被撞碎 车子里邱先生一家四口全被吓坏了 邱先生下车理论其他人忙着搜证 聚公车驾驶则是急忙道歉 24号中午11点多邱先生带了全家人外出吃饭 在经过中和景平路上等红灯时 却被一辆指南客运举九路的公车从后方追撞 事后他们才发现 开车的公车驾驶当时是从其他路线调过来支援 以至于路况不熟再加上一时恍神才会发生意外 司机表示他一直没有注意看到 然后车又不小心 幸好当时公车的车速不快 车上十多名乘客都平安无事 具备重的休旅车 邱先生一家四口只有坐在副驾驶座的邱太太扭了脖子 也要提醒开车上路还是要注意路况 才不会因为一时疏忽后悔莫及 只有瓜林卫友德新北市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